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了 近日 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多支技术团队陆续抵达法国 为本届赛事的4K公共线号制作做准备工作 第四次出征奥运 他们带去了不少中国科技元素 从上海出发 途经七个国家 十三个境外城市 36天 陆路跨越1.2万公里 只为赴一场奥运之约 近日 上海广播电视台天鹰转播巴黎奥运会转播技术团队的 4KCube云转播系统抵达巴黎 进驻贝尔西体育馆附近 即将举行的体操 篮球决赛和蹦床项目 都将由Cube云转播制作和转播公共信号 那我们这次的转播综合区就是位于贝尔西体育馆对面的贝尔西公园当中 这也是第一次在一个公园当中搭建这样大的转播综合系统 那这套系统是国际领先的数据中心架构的4K云转播系统 那替代了原先四辆转播车集群的系统 同时接入了七个切换台 七个调音台及其备份系统 自主研发 可灵活扩展 Cube云转播的含金量可谓十足 17人团队2000余件设备齐发力 力求让观众身临其境 此外 上海广播电视台基础中心和商汤科技联合开发的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I体育模型Innovation系统 也将首次在国际大赛上落地 奥运期间 上海广播电视台飞牛工作室将利用这套系统 参与乒乓球和射箭项目的数据采集和虚拟呈现工作 AI加持下 直径仅40毫米的白色小球动线落点一目了然 就连旋转方向都一清二楚 破风的剑语从距离高度到速度也都被一一还原